大家好,歡迎收看即時攻略 我是Vicky好英文 這節有Stanley做嘉賓 Stanley 你好 你好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就打來204-6566 或者把問題電郵到ASKBSchannel.com WhatsApp到91541428 或者Facebook和YouTube 我們做Live 留言給我們亦都會准快解答大家的問題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勢 恆新指數最新報27633點 升103點 國企指數升97點 報10902點 但市成交暫時有548億 Stanley 昨天跌超過400點之後 今天港股跟A股做好 但看到那些重磅股其實都沒什麼力量 所以升幅都不算很大 不好意思 剛剛我們先按電話 我們馬上看看騰訊 騰訊 郵邦 都沒什麼力量 看到他們升 哇 還升2008 行信 沒有說去什麼 都已經厲害了 剛才這麼多上來都還可以升 不過我們今早有幫到 其實今早也不是關於這件事 今早上市升 是內銀股市 是 大家似乎真的是 是不是在等那個LPR 是呀 但都要等 都要預算了 預算了 但其實會不會說出了之後 可以撐回市場再上去 再挑戰一次2008 其實你說LPR下調 對內銀股其實不利 其實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因為你想回頭 其實個案LPR 某程度上其實是對於內銀股的 那個正式差 再有機會收拾 但是現在炒作的 反而是炒得放水這件事 炒作內地方面 可能會大規模地有些 放水的行動會做 這麼早炒定 是的 是的 所以不是真是有趣的 但沒有的 內銀板塊 現在變成托著市場 你現在幾件行 才托著市場 很少行見到它們可以升這麼多 最近他們比較橫行 但今天就真的炒這些板塊 沒有辦法 你輪著炒 這一段又要炒它 可能新經濟股又透透氣 但其實去到這些位置 大家有些甚麼做呢 是不是可以做膽瘡還是好瘡呢 現在我真的不敢說 不敢說 現在在中間位置 不是尷尬在呢 如果你問我自己的話 我始終覺得 第一 28,000這個位置 是阻力大 第二就是 其實你現在看到很多東西 我真的不覺得 即是 某程度上是 股市是可能反映著 6至9個月之後的事情 你就當疫情真是 可能6至9個月之後 叫做圓 那些東西又好像慢慢灰到正常 其實是ok的 我覺得如果這樣看是ok的 不過問題就是說 你說現在 覺得好像半年之後的 可能本地的經濟狀況 會不會真的叫做 好像很好呢 但是我真的不敢說 我又不搞不定 暫時都是審慎少少 對於這個事情 是呀 有可能 不過我們都要看一下業績 本地銀行股 陸續其實都出了業績 明天下午的時候 東亞其實都出了業績 他也公佈 因為受減值損失 我年增3.6倍的拖累 順利 我年是跌了五成 但是其實見到期內 他的淨利息收入 我年是升了近一成二 同事都派多了息 派了五每股 0.35元的末期息 按年是增派9.4% 派多了息的時候 看到其實東亞的股價 也都升多一點 除了業績之後 其實 我這樣講回 他的業績你說大數差 這個其實是預了 因為他去年 上半年的時間 已經做了一個很大額的減值 所以他上半年的業績 其實已經是差的 其實你說他現在的差 不是現在的差 是因為他上半年的時間 做了很大的減值 所以真的是差 但是如果撇除這個因素的話 其實公司的正利潤 其實是有升的 就是之前盈利 其實他應該是 那一年升差不多十幾% 其實他真的 意思是撇除減值這些東西的話 公司本身的業務是OK的 這盈利潤又真的差不上 所以如果你拆除一些素來看的話 他又真是有底反彈 因為他現在本身 他現在計算了一個 叫什麼 那個股值 那個PB的話 他現在是低的 應該0.5 0.6左右 是 你匯控這些都說 現在差不多 0.8多 差不多這些位 所以如果你這樣 當然兩者有不同的 兩者可以說公平一些 一家是國際的金融機構 一家是本地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東亞真的相對比較吸引 便宜的 不過也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本身 東亞內地方面的資產 大家還是有些擔心 這件事都導致他的股值 很難可以大升一個原因 雖然業績出來 其實你說 這次收不收貨 某程度上我都覺得OK的 你問我去找業績 你很不好的話 我會覺得你不會說差 叫做收貨 但問題是 你面對著內地的情況去看 都真的不敢太記意後望 你都覺得 就好像你說昨天的時間 講這個恆生 匯豐這些 你說他的減值 就是他兩者是厲害的 但問題是大家都擔心 你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都還是會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 即是說最差的情況 可能現在才美國 所以雖然沒有一個業績是OK的 市場的價格 反彈一點都合理的 但始終其實見到東亞的股價 你其實都跌得挺低殘下 他低殘下 會不會說今次的業績 都叫做 即是上可的時候 可以代定一手 都不會 都不會 很難可以令大家對他改觀 因為剛剛提到的 雖然說業績收到來 你是真的好像今次OK的 今次又不差OK的 但問題是大家 即是你現在不差 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時間 銀行這個辦法是極具挑戰 所以你說他的情況都不樂觀 其實你問我的話 都不是太過理想 但如果你的目標是要收息的話 現在還出不出手去選擇這些 收息 如果你要真的選擇收息 那就很老實 如果解釋一定要選擇 即是你不買就不行了 你不可以借來買的 金融股或銀行股股收息的話 當然第二次你不來的價 你的價可能都是不太低的 長擺的 長擺的 匯豐 就是匯豐 起碼三間公司裏面 只有匯豐說得明白 很多是一直派 頭三個派一毫子美元的息 起碼你說得明白 我都大概有個數得計 現在都大概到7日式 其他那些你又沒有保證的 對不對 純粹這個角度去想 當然你都可以反口的 你說我轉頭去不行 不行了 我捱不住了 那就是大家攬炒而已 但是暫時來說 匯豐如果收息的話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選一隻去買 即是你說不行了 就選一隻了 不給不選 你要去到這樣的地步之下 迫著選一隻 那就是匯豐 但是現在真的要用逼來形容 當然了 這不是賢價 賢價 再等一下 說實話 但是現在是不是沒有賣股份收息 沒有這支歌仔唱 不是 又這樣說回 你如果說業績上比較穩穩定的 就滿氣了 又不是 623 623 其實這些 反而你好像 這些又可以賺錢賺價 623 資源者1310這些 那些是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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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賢價了一元上來 香港的賢價 所以這些你可以 如果來擺放的話 安全存 因為你可以說 其實這一轉之後的時間 我反而覺得他們這些公司 就是那些電訊 那些 一些技術的溝通 是你不會沒有的 就是你那個形容的範疇 更加一支廣泛 所以其實這些我真的不怕買 不過我都笨了 香港寬恆 我都時間漏過這一隻 為什麼315這麼窄 什麼 315 數碼通 電訊 那沒有的 你要記住一件事 315這些 其實沒有前途 它真的 因為這些叫電訊的股份 特別像SmartTone這些 它主力做一些無線通訊那邊的業務 但是它這個業務 你有問題 就是它本身是很靠新的手機 帶動那個上客量的熱潮 但是問題是你想回頭 你現在iPhone 自從iPhone6和7之後 其實你有沒有說 好像那個搶著出機 其實沒有 是 所以你想回頭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是靠這些新手機 上網綑綁式去揹 你摸這些憧憬的時間 其實他們的影響都很大 現在真的沒有什麼轉機意欲 沒有 還有你現在這一陣的時候 你又等什麼呢 你又等遲些5G 看看5G有沒有機會令到他們的Apple 可以有些改善 其實也沒有 現在你這些營運商 其實你為什麼623比較好 623它本地的客戶多 就是那些叫什麼 就是那些家裡的寬頻那些 寬頻、家居、辦公室這些 你這個業務是很穩陣的 雖然你說其實香港寬頻 是同一個概念的 香港寬頻就是說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說香港寬頻是只做這些寬頻的業務 那些住宅 或者是這些寺室這些 你可以說 經濟差 周期差 有影響的 因為可能有些公司捱不住 他們會倒閉 但是起碼這一反 穩定心肯 不會沒有人不用的 所以其實它這些安全 623也安全的 但是你說 但是你說623和315 有個問題就是 有機會因為5G的投放會大 所以我們的資本開始會增加 為什麼要排息 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及到 你到123 至少有一反 就是暖暖暖暖暖 那你315是真的 你那一反不多 所以你見315 甚至乎215 在衛生路上 都比315 315真的這一波是慘的 但是等你到5G的年代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回到新 嗯 好啊 好慘的 真的只有5月多 看到它的股價是這樣 但它息也很高 息也很四感 它拍息的配合也挺OK 6厘的 所以你說6厘 這隻5號都是7厘而已 215 那時候特別認識 你有沒有看到那時候特別認識 你看有肚子 然後拍了 上次拍了多少呢 我記得是有一次人認識的 那時候我說推介過去買的 那時候 但外面要帶個客人離開 不離開 好 看完這個版塊 我們談了一些反制關稅的相關版塊 反制關稅 有一些消息 中國其實都宣佈了 再減免來自美國進口商品的反制關稅 涉及其實6896項的商品 當中包括一些豬肉股 豬肉和紫葉 其實幾隻受惠股 今天都見到有一個很明顯的反彈 好像九指 升了超過8% 萬洲升了3% 會不會說又有些受惠 這些版塊 特別是那些子業股 跌到這麼低的時候 資業股有些刊唱好的 還有剛才你說關稅那件事 你也不明白 因為資業股的話 我先看一看消息 因為資業股其實 某程度上因為它們是進口的那些紙 然後再去做而已 其實有些廢紙價格 反而第一次應該是內地的那些 那些紙價升了上來 所以令到九指有得升 還有日文幣的匯價其實都弱的 其實這一陣 是啊 但其實看到那些大行都暢好這些子業股 是嗎 是啊 因為好像大和 其實它之前也有一個報告 就說因為成本通脹的影響 今年的紙價格 上漲就可能比預期早 是 所以就撐回九指 和李文祖子之後的表現 嗯 但這個版塊其實是好看經濟狀況 嗯 這個其實是真的 因為 其實回想回頭 那些紙是最主要包裝紙 是 你想想其實包裝紙 都要看看你的出貨的情況 其實你這一輪的時間 反而我覺得就是 好像九指這些 是應該有影響的 就是比較上叫負面一點 是 因為你沒有 其實你想想 你淘寶的出貨量都跌了 那又怎會那個業務會好呢 一天之後就不敢說 炒定它好轉先 又炒定好轉 那樣樣都可以炒 是啊 樣樣都先炒定 好啊 又炒定先 但是看到那些台湾真的很正面 好像瑞信那樣 在目標價那麼高 大巷就說 那些消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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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炒都炒這些東西 那些什麼 241 然後又好像 133 然後炒一下 騰訊的科技 Home Office那些 是 藥股啊 都是炒這些 然後炒 那又有刊 有刊 唱好 唱好 就唱好 就是 可以 短線筋一筋 那樣都可以 什麼啊 短線筋一筋 短線筋 就是 萬洲 萬洲 真的厲害 其實萬洲不是現在這一刻升 之前那一刻已經打上來 已經打了 真的 萬洲這些東西是厲害 是嗎 厲害 好 就是短線筋 短線筋 短線筋 短線 好啊 其實沒有的 現在你說長線 都不知道 怎樣為長線 讓你知道什麼是短線 好 長線 我現在可以想這個問題 就是常常叫大家 什麼 中長線去買 但是想一想 中長線的多久 現在好像 一天都嫌奪 一天都嫌不長的 如果你玩卵那些 可能就開幾十秒 幾分鐘而已 已經可以走 短線玩 所以有時 現在這一轉之後 中長短線 應該加一個超短線 哈哈 好了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位李小姐在旁邊 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你好 謝謝 Stanley 我今早見到行指 是不是做了一個底 我想問 做底 現在是否做底 下四年看 下四年看 你説今早早 你説 低位 嗯 但低位跟現在比 不是差很遠 是啊 我現在想問 因為我今早走了一些紅 但我還想要再坐 他都不坐 但回上來 我只是這些位置走 我想問 現在這樣看他的形勢 他是不是有機會上兩萬八樓上 兩萬八 我反而會覺得他現在這一陣 如果你看完結束 如果你看完結束 你可以嘗試自己看一看 我反而覺得走勢 像是走 頭肩頂 不過我還未確認 因為其實你看他的圖 二萬八未上一次 就是之前幾天的時間 是否上過去 但你再看他的圖 其實在今年的11月份的時間 都成功到二萬八這個位置 穿不到 之後都有一個幾千柱的回調 但你這一陣 其實如果他這一回合 他再衝不破二萬八的阻力位 再跌下去的話 整個頭肩頂就很明顯了 所以你問我 二萬八有沒有機會再上呢 如果他那一刻衝上去的話 這一下就不止二萬八了 應該是有機會再挑戰一些高位 但問題是 現在這個情況 有沒有機會突破二萬八呢 我都是那一句 我覺得都是機會不太好 反而我還是看向下居多 所以如果現在這個位置 握好倉的話 你都是短 即是說那一兩日貨 看到去不對路的時間 就要走貨 因為沒有 其實這些位置 我給他二萬八六點而已 你破不了的話 這個叫作是雙頂的形態 對不起 雙頂的形態 你都是沒有改變過的 你看到這個肩頭 其實挺明顯的 所以這一下的話 真的可能是一兩日貨 就算數 但一看到不對路的話 立刻要指示之餘 可能做反手 好啊 也都麻煩你了 李小姐的電話 接著 WhatsApp朋友仔 想問你2318的業績 怎樣看 可不可以調查啊 難啊 難啊 立刻回答你 為甚麼啊 都不用淋念 為甚麼 其實你看看他Q3的業績 都真是一般 都挺令大家失望的 他之前那一刻衝上去100元那一刻 那一刻又被陰了 那一刻又被陰了 大家以為可以再升高一些 因為已經突破了 其實那次的版面真是突破的 那次被騙到真是 這隻東西又是有點壞的 但他都是那個區間而已 現在 不 現在如果你看到圖 其實他有挺有趣的 他來來去這一陣子的時間 又真的回到85到大概 96到97元那位置左右 在這裏拉去橫行的 是 所以按道理 你又真是叫做 現在在中間的位置 你可以駁 如果駁去業績好的 那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衝上去95元那位置左右 但問題是說 我自己的看法 是真的中性的 因為想了Q3個業績 是真的反映反射 是說他那個的 那個節目的增長 真的好像 一般的 真的不行 那去年的第四季 應該也都這樣說回 A股又不應該不差 A股算不差 A股都好像可以的 那他投資收益 應該會做得不錯 那本業方面 就似乎都真的是 一般般 那而今年的寄望 大家見到 你說人壽 人壽的保持收入增長 是厲害的 1月份 那你說平保又行不行 這個大家都會 我想都會很關注 所以現在這一位 要駁他去升的話 如果你不貪心的話 你看到大概95元 96元這些位置 你可以想一想 但是 一見不對勁的話 都要走火 都是要反應夠快 是的 現在的市位 真是 我們講講講的時間 又升上百多點 是的 又升多了一點點 是的 剛剛又升不過百點 現在又好像 但其實都是擁下擁下擁下的 今天那些水 其實擁下 主要今天是靠老人鼓頂住 其實真的 這一下 真的有少少 跟之前有些不同 有些勾頭 還有中移動 這隻星的話 真的都說 大家自己要看到 要拜拜 不要這麼說 他 不過 小心點 小心點 好 但是另外 有朋友想問 981 中芯國際 這些是有趣的 是的 高位賣了 大概在17元左右 是否回家鄉呢 拿著它 又是 你說回不回家鄉呢 它又多些概念炒作 起碼又有 好像一些 14納米芯片 那些又量產 然後內地方面 都一定會扶持它們 其實下去下去 都是炒這些因素的 就是炒它的政策扶持 這些 其實都夠的 因為沒有 其實你想回頭 這些 如果你說的技術上 如果你說的 技術上的 去除外面比 都差大折 但是你說到現在 美國又針對你 跟著中芯又可能會有些扶持 大家又會覺得 中國心這些東西 你一定會查得上去的 但是只不過 你說現在這位 就多點點價 先點價 不用怕 沒有貨 反而是沒有貨 現在這位買不買 不過我還是覺得 還是不買 還有應該是 522 522 沒有彈 我看到好像有唱淡 好像有點刊 對 那份我還沒看 一會兒出去看一看 因為我今天看錯了 我以為她說話 552還是 522 出去去看一看 好啊 未睡醒 另外 有朋友想問 外看醫療 1789 這隻瘋 這隻 十二個半有貨 厲害 還拿 我以後真的不知道 他出得這麼誇張 他這個聲道很誇張 很誇張 很誇張 神經病 上年六月開始走到這樣 是啊 真是神經病 但是今天出了這隻 這隻竹 如果我們說形態上面的話 是一個射擊之星 不知他怎樣收發 一會兒 但是如果這隻竹這樣收的話 比我上來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貨的話 我會建議 可以考慮一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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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擊之星 射擊之星是不是 這裏有一條長的場面 沒錯 射擊之星是長的 是手很長 代表他那個 見頂的信號 沒錯 但是通常這些看圖的東西 通常是一天的 如果你有下一天 明天的時間 多一些烈口出之陰燭 應該是再見 不過這些我真的不知道 你看到之前都沒有試過這些 你看到前幾天才試完了 就像這裏 不過沒有這個那麼誇張 這個明顯一點 這個很明顯 但這些要小心一點 留意著 另外有一個朋友想問3993 好這隻 這隻 船馬 投降 它4元有貨 這樣啊 都是投降 還要嘆了一些後氣 沒有辦法 其實昨天大家有 好像還在廣告 為什麼 在其他頻道 其他頻道 做那個節目 我昨天都說的 其實是要走貨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原先 你的菇 過去這大 應該是這兩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這個價錢 它只是這個月都四成 當然啦 因為之前說 那些菇的價錢 打上去 打上去好像三萬多元 一噸還是一公斤 但是原先是多少錢呢 原先是不知道 只剩下兩萬多元 那樣 但是上來 那些人的原因是 為什麼它這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本身 大家對於新零型的汽車 或者一些電 那些什麼5G那些 多點都用到菇 那樣東西 我覺得就是說它會有商機 但是昨天突然之間 就是說 這個Tesla 它宣佈了 就是電池可以不用這個菇 嗯 真的不需要用菇 沒錯 所以變相 你看到今天 其實你看到之前的時間 羅伯特炒了這個 炒了電動車這些因素 但是突然之間 可以不需要用它 那些菇的要死不死 所以立刻的價格就跌下去了 你A股跌停 沒有啊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其實那個菇壓有機會 是否還會 所以如果你有貨的話 不如先減遲一點 減遲一半以上 這樣會比較安全 嗯 好啊 也謝謝Stanley 和我們這麼詳細的分析 和你申報 有沒有遲一下 醫生提報告分呢 沒有時候的 謝謝 今集的節目 就差不多專頭回來 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再見